这个在法界怎么诞生出了一个地藏王菩萨 那是地藏王菩萨的金刚不坏身 成就之日就是他的圣诞 他不再有生死轮回 这是报身成就 你就刚才讲 每一个人都是一瓶矿泉水 当你死的时候 身体裂变了之后 凡夫是满地鸡毛 一地清水洒了 我们圣者修道 要金刚不坏 兼顾此明体 要有空中生处的明色 这明色是红的透明 黄的透明 白的透明 绿的透明 红的透明 的透明五色 五方佛色身 来见自己的金刚不坏身 大家不要稀里糊涂 你见起的金刚不坏身 当你此身 此身肉体陨落 烧掉 裂变之后 在法界 出来一个金刚不坏的张卜生 出来一个金刚不坏的你 这就是报身成就 这是释迦牟尼 这个到人间来所传的 原始的佛教 不是现在搞的什么 整天听经 听这个经 听三百六十天 听那个经三百六十天 浪费时间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这个讲经说法 现在是讲经不说法 很多的这个法师 乱讲一通 你听了一辈子 啥也没得到 听了一辈子 也不会泡咖啡 你浪费了此生了 这叫邪师说法 什么叫邪 邪师不正 正是一定要引导你 金生成佛 金刚不坏身 金生成报身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那么多佛弟子 成了金刚不坏的阿罗汉 成了金刚不坏的 活着的菩萨 大家去看看 当年释迦牟尼教学的成果 再看看我们今天 这个佛教界的成果 居然没有几个成就的大德 真正得到金刚不坏身 有些人说 我的心已经如如不动了 对不起 那个叫金刚心 心如如不动了 心在明体中安住了 这个还不是真正的金刚身 有金刚心是第一个层次 但是不是究竟的结果 要从金刚身 在找技术方法 修炼这个 坚固不坏的报身 剧子能成形 金刚不散 金刚不坏的报身 这是修行 菩萨道的 很关键的修法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开始 大家要重视 祭此肉身成道的方法 还原释迦牟尼在世时候的原教义 把释迦牟尼当时教徒弟 教学生的方法 恢复回来 那么使遍地金连开 在这个地球上 在这个时空中 来一个全新的新时代 还原释迦牟尼的教法 那么号召大家 借此宝贵的人身 人身这么难得 我们必须珍惜这个人身 在此生成佛 即便此生不能成佛 也要在七世成佛 就是接下去 第二世我还转人身 第三世还转人身 连续七世我也可以成佛 这个方法没有失传 已经完整地传承到了今天 所以大家要重视 什么是菩萨圣诞 菩萨圣诞不是说菩萨 得了一个北鼻身 这个叫圣诞 是得到了金刚不坏身的圣诞 只有在这个时候 他才胜受无疆 我一人变得到金刚不坏身的圣诞